Kat,我们就开始吧 Kat,我们就开始吧 买劲卖出点 只要有钱就买 不卖就富有 这些条件就符合我的需求 那在2017年时 我决定开始投入台湾50的时候 经过朋友介绍 James老师要在台湾开课 那很少在台湾开课 应该是吸引力法则 当学生准备好了 老师就出现了 老师42岁就退休 这句话最吸引我 我也想早点退休 于是我便去了解 这样的高手 是做了什么我没做到的事 老师是洪基派去美国的代表 做到高层 42岁退休 开始交投资 都是公益性质 我有结伴过一次 真的觉得老师很有心 学智要跟老师走相同的路 翻转更多人的命运 也希望有信听到的朋友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直接开始投资的美丽人生 我们的视频在每周五的 美西早上6点钟 然后亚洲晚上9点 会在YouTube Bilibili都会有影音感 那Spotify跟Podcast会有广播 只要搜寻CLEC 都会有老师的课程 欢迎大家按赞留言 并且分享 那CH的交流课程 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 礼拜二 美西早上16点钟 跟亚洲晚上9点钟上架 我们所有的课程 都是无偿服务 那请大家多多留言 让我们知道 你们想要了解哪些台商 你们问题对我们很重要 透过研讨 我们都能够学习到 更多的知识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我们请老师 开始今天的课程 谢谢那个CAD 还有Dana 那我们完全是义务的 那最主要就是 要让大家学到一个 真正的这个富有 资本主义富有的富有之道 那我们没有什么 特别的技术 也没有特别的技巧 我们真正投资 其实要获利 不需要太多的技术 也不需要太多的技巧 那你就可以得到市场 该给你的回报了 所以我就是愿意 让大家一起富有 我愿意花时间 教大家如何投资 也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我想大家尽量 利用这个时间 把你们投资的困惑 跟问题提出来好不好 那我交投资也交了16年 我自己投资 当然就已经30几年了 那当然我的 没办法不是说 完全能够 回答大家的问题 不过我相信你们的问题 我应该大致都可以理解 那大家可以 我可以给你们一些答案 在大家还没有提出问题之前 我想这一次我先分享一下 就是说投资里面有一些事情 你一定要是一个聪明的投资者 那你对你所知道的 你的知识是要你要有一点 要有诚实 你不要不知道的装知道 所以在投资里面有很多事情 大家要分清楚 分几个阶段分清楚 第一个你要清楚 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什么 这很重要 你知道什么 那我跟大家讲 你知道什么 这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 就是长期投资会获利 长期投资指数你会获利 所以你需要知道的就是 这就是你需要知道的 就是长期投资20年 你最少有55%的回报率 年化报酬率 投资25年以上 你就会有7%以上 8%以上的回报率 可以高达17%年化回报率 这就是你知道的 你知道什么 你要清楚知道 你知道这个事情 然后还有你要清楚知道 你不知道的是 什么事情你不知道 其实很多事情 我们在市场是都完全不知道 第一个就是明天市场会涨会跌 下个月市场会涨会跌 这个我们不需要知道 有时候今年到底会涨会跌 我们都不会知道 这个你不知道的 而且你要接受 要承认你不知道 不要不知道装知道 所以市场上很多装神弄鬼的 就是他不知道 其实他不知道 可是他认为他知道 再来第三个就是 你要清楚 很多事情是不行的 你都需要知道的 第一个就是 OK这个 你不知道 央行什么时候要升息 你不知道这个 通膨率下个月会怎么样 你也不知道 这个 失业率会怎么样 这是你不知道的 那 你不需要知道的是 央行升息之后市场会怎么样 你也不需要知道 说实在的 这个也不需要知道 所以很多事情 经济状况怎么样 跟股市有什么关系 其实你也不需要知道 所以我们已经讲了三个了 第一个你要清楚 你知道什么 第二个你要清楚 你不知道什么 你要承认你不知道的 第三个你要知道 你要清楚 你不需要知道什么 有些事情不需要知道 所以很多经济学家讲的很多事情 你其实也不需要知道 还有你要意识到 总有一些事情 你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 所以你要知道 你很多事情 你是自己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 不要装知道 所以这个是四个重点 所以 可是我发现很多投资者 常常是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什么 这是你要知道的 就是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那可是大家都不专注在这个 都想要去知道 自己不需要知道的 或者自己不知道 要装知道的 那其实我们说的四个点 其实只有第一个点很重要 其他的都不太重要 就是说 有时候 大家想要问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有些事情 你有时候去看看外面的那些分析师 或者是你在外面很多资讯 看了很多之后 你会发现大部分都落在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的部分 或者是你不知道的事情 大家在预测市场 就是不知道的 本来就是不知道的事情 结果大家装知道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分享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出来 谢谢老师 老师我先帮大家问问题 因为我觉得 其实从我们开始 就是推00757以来 然后我觉得台湾的人会 有点困惑 尤其最近QQ一直打 然后00757不涨 然后大家都一直说 里面因为含了这两个中概股 所以害我们的00757 涨不上来 那 老师就是讲一些 就是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这个运作 其实不是像他们想的这样 就是说我们本来买一篮子股票 就是要分散这些东西 那股票本来就是涨跌 都有他自己的时间点 我们不用太去操心说 00757到底什么时候 要换掉其中一档个股 或是什么 这些东西其实是 就是交给经纪人来处理就好 对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问题 这个就是你们要清楚 你不需要知道的是吗 很多人投资了 这个ARKK或投资了QQQ 或投资了00757 就开始这个在里面这个 专注于这些里面的持股 里面的绩效表现 每一只公司啊 变成00757 你买了00757 结果要研究10家公司 那这个没有必要 所以大家变成钻进去里面 要去知道一个 自己不需要知道的事 你既然买了00757 你就是不需要知道太多事了 你就放轻松让他去吧 就这样子 这是我给大家的回答 就是说大家都去专注于 不需要知道的事 其实那个不需要知道了 可是大家都会想要去挖那种 不需要知道的 或者是不会知道的事情 好来 好那有人就是有朋友上来了 我们先请那个Helen Helen你可以开麦发问 大家好 我是在纽约 我是听我朋友介绍 你们这个课程 然后我也看了一些视频YouTube 觉得起发蛮多的 就是Jim老师主要就是 就是建议长期投资是吧 就不要频繁的操作 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因为股市现在 特别是美国的股市 在大盘在很高位嘛 对不对 那总会好像没有什么多的回调 到收发都没有5个percent回调 都是一个percent 然后又回来了 所以呢就是 但是个股 都是有一点背离的 很多个股都是腰斩的 特别是中概股都不用提了 是吧 那我自己个人是比较 也是比较相同 投资这个SPY跟QQQ 因为他们已经cover很多好的公司 QQ是cover科技股对吧 那我自己个人是个股 我是重仓特斯拉的 那还有Apple啊 这些其他的比较好的公司 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 就是long term 把那个账户分开 long term账户 中期账户 还有我们美国有这个Ross IRA 那是不用缴税的 那个就如果做一些 适当的高抛低息 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认为 好可能是不一定是正确的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跟前不过不去 就是有时候他在大盘也好 个股也好 在位置很高的地方 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减仓 就好像我们后院的数字数页 减减修修数页数字 然后跌回来再加回去 特别是这个Ross IRA 跟那个Trelation IRA 就是不用缴税的 当时long term账户 我是一般都是只买 只加不卖的 特别是好的股票 好像QQ啊 SPY还有这个Apple啊 Tesla这些 我是一般都是不动的 不卖的 打死也不卖的 但是跌的时候 我又会加回去 还有SQ这些 Unity 产生的好股票 我还有Palantir 这些我都是只加不卖 我不知道我这种方法 是是不是恰当的 还是 只是长期后都不动 一点都不卖 所以我想请教James 还有大家各位前辈 谢谢 谢谢大家 一般所有的一般人 我讲的是一般人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 操作都没好处了 所以我是你不操作 就可以很富有了 所以我就没有建议要操作 那我也没看过操作的人 有比较厉害 那如果黑了你觉得说 你的操作长期下来 可以打赢大盘 可以打赢QQQ的话 那当然我也不反对 我不能说 你有这个能力 我说你别不要做 你不会了 所以你自己衡量一下 自己回顾一下 你过去的操作绩效 跟如果买进QQQ的绩效 那QQQ十年涨十二倍 那你的绩效 有没有涨十二倍 这样子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我不反对你去操作 可是你如果觉得你操作的绩效 还不错的话 那当然是可以 当然这还有牵涉到 有的人操作根本不是为了获利 有的人操作只是会了 entertain 就是娱乐 那这个我也不反对 那你只要不要伤到自己的资产 那能够让自己资产越来越富有就好了 目的就是大家都要富有 我这样从杰姆斯老师说的 其实我到Potish的操作 总结下来还是不好 还是后注不动 为什么好像我有一些 Starbuck啊 Disney啊 这些都是好股票 但是我都卖了 卖了以后 再买不回来 我以前好的价位 而且我还要缴很多税 在我这个cash账户里边 所以我觉得 我看了你的视频很多 我觉得还是尽量不要操作 因为这也是个心态吧 一般我们都是想卖了以后 第一个再买回来 那你卖的那个部分是要缴税 然后你买回去的价钱是高的 好像我的特斯拉本来均价只有300多 现在要500多 我有时候变得是低吸 什么什么 低跑高吸 我卖了以后 他又跑上去 就变得好像踩空 哎呀我就急死了 我就又高的 位置 高的价格去把它买回来的 所以到话 DC其实是难度挺高的 不是一般常人可以操作的 对了 是的 我是帐头 我现在比较喜欢长期 多余这些 好过那个操作 操作 觉得好像很爽 哎我我高了 卖 差几块钱 几十块 其实你在回国以前看你以前的价格 还是不好的 特别是spy有dividend 你是compound的 所以我当赞同几秒是说的 我尽量少操作以后 谢谢 我想是没有操作真正获利的长期 然后长期获利不多 好谢谢你 还有我看楼下下面听众看有没有问题的 尽量上来举手发问 或者你要分享的也可以 或者是对于我们的投资方式 你不觉得那个 你可能要有自己的想法的也可以 嗨 嗨 麦克 麦克上来 你可以拍麦法问 老老师你好 又是我 我看到没有人举手 我马上就想 谢谢你 因为直接 建主老师你好 那个 我 我 长短说 就是那 看到两个小时 那个特斯拉的那个视频 跟老师在一年前的时候 叫我们不要卖特斯拉 不 在有一次访谈的时候 你问到 你提到那个 特斯拉有可能会转成做军工 那时候 哇 真的把我脑洞打开 那昨天我看到他那个BUT BOT出来的时候 那他是不是有可能 因为很多华尔街人都看不懂 那个东西 我也是看不懂 所以他那个视频里面 我大概70% 我就完全是 完全看不懂 可是看到那个BUT的时候 我看到有点 有点脑洞开了 就是他会不会有可能是 将来是要卖一个driver 因为他把那FSD放到那个BUT的身上 那变成说他这个人是会将来自己可以开车 而不见得需要去在特斯拉本身来说 所以这是是不是 看到老师以前提到说 特斯拉其实不是只是一个车子的公司 他实在在做这个机器人 那这个FSD 现在它变成200块钱一个月 那将来这根本就不用定 就直接买这个司机就好了 我做到后面 因为我以前买过车子 很多时候我最最喜欢坐的后座 我基本上都没做到过 都是因为我车子一部车子 on了18年 最后卖掉我后座还好新哦 可好可惜 所以我想听一下老师怎么解释 那个特斯拉 因为昨天华尔街 全部不懂那个BUT在干嘛 所以谢谢老师 特斯拉那个BUT 他那个不是司机 大家知道那不是司机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 所以我说他这个已经机器人长眼睛了 那汽车只是机器人的一种 他只是单单独工 simple function的机器人叫做车子 那他也可以一个一个simple function的机器人 就是厨师 也可以有simple function的机器人 就是警察 也可以这个 这个 机器人是这个 军人 也可以是机器人是这个 这个庭院的 打扫庭院 所以你要知道 我说我以前很久以前就跟大家讲过 尤其我在Cloud House 有时候也有分享过 可是大家好像听不太懂 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机器人 所以以后你们会知道 特斯拉不是一个造车公司 特斯拉是一个机器人公司 只是他先专注在 那个车子的自动部分 等于说自动驾驶的机器人 那以后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个AI的training 这个supercomputer以后是机器人的训练中心 好像我们知道这个Amazon有他的Cloud computing 他的他的那个那个那个Cloud computing service 那那个Microsoft也有那Google也有 可是Apple也有 可是真正有对外 service的就是Amazon跟那个Microsoft 所以他们两家就会拿到国防工业的 那Cloud computing的这个这个service的business 可是你们要知道未来的这个另外一个service 就是AI training service 所以全世界所有的AI 你没有一个AI比 比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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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的AI厉害 所以你今天如果要训练军人 训练一个这个这个ARMY 这个Robert Army 那你就是要Amazon就是要Tesla 这个AI的supercomputer来train你 那等他train完之后他就会卖你软体 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这个海军军人还是陆军军人 还是你要买一个厨师回家 你可能买一个厨师回家 买一个机器人回家 你说我这个就是要一个厨师功能 你就当到一个厨师的功能 那个那个机器人就是一个厨师 等到你你就会说 我可能需要他帮我种种花剪剪草 那你可以再当到一个城市 那又一个机器人又又是两个工人 他三餐可以帮你煮 那又可以去煎煎草 所以你要知道Tesla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家公司 所以这个是我给麦克的回答 那个机器人不是不是司机 那个机器人是无所不能的 很感谢老师 谢谢谢谢老师 谢谢James老师 这个麦克我们在一个小群里 这个我们前两天还在讨论 就是麦克就提到James老师 曾经就是说Tesla的这个以后 机器人的会大量运用在军工啊 这些 这是他的AI day 实际上我觉得他透露的信息更确认了 就是James老师 你对他的观察和他的这个 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他的各种运用 机器人的运用 确实我觉得都可能是各种形式的 就是一个各种运用场景的 他的机器人都可以做得到 我现在就是觉得他 也就是不是Tesla 一直就说他的那个business model 他的那个就是那个valuation 那个model里头 如果说他做到robo taxi 这个就会把他的基本面 真的就从一个造车公司 可以说他就会做成一个 像那个Uber 或者是那种 就是他就可以 可以这个就是自动驾驶 可以去接客人啊 这些 另外一个我觉得 他实际上他也可以做得到 就像Amazon的这种物流的送货的 我觉得他这个机器人呢 就说以后啊 除了他的一个车可以开到你 你需要的那个 比如说哪个客户啊 定的 他就是有个门牌号码 有个地址 他到了这个地址 他甚至就可以 就从那个车上下来一个机器人 就把那个把那个什么东西啊 就是给他 从那个停车那个位置 一直走到那个什么 那个这个客人的那个 就像一个deliver的一个盖一样 他就可以放到他的门口 把的是什么样的 放到他一个需要的地方 这种 这种就是说功能的话 他就整个解决了 整个这种 类似于就Amazon的 如果这种物流公司 解决了最后一个mile的 last mile的很多功能 他可以把这个成本 真的他就如果 替代了这些人工的话 他会压缩到非常非常低的 甚至他deliver一个东西 他也就一块钱两块钱 他就可以这个deliver 都可以完成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厉害 这个这个运用场景 这个这个也是潜力非常大的 所以而且他关键是他 特斯拉他本身有这个制造功能 他他这种都如果说 他能够把这种 那种Bot可以把它成本压缩到 我是看过一个有人这个 就分析他 他可以把这个成本 控制在一万美元以下 如果说大规模的 如果采用了 就deploy了 甚至可以到几千美元 就做的那个机器人 这个就很厉害了 这个就可以真的 他可以 他可以颠覆很多行业 就是用人工的他完全替代 就是这个就 如果他比如说他送货 他这个机器人就 就不存在这个疲劳啊 什么这些 他一天可以给你弄几十次 一个一个月送几百次货 他这个就下来 他成本一下就就就就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 剑朗斯你的这个看法 和对他的那个 对这个危险的这种 就说就说很早就看出来 从这次AI会议 我觉得真的是体现了 他在这个赛发上 他可能真的有一个很大的布局 但我们还没有看到 大量的除了他在车上的AI的功能以外 他还没有看到在这方面机器人的 加上AI的一些应用 就说但我觉得他他在这个地方是下的很大的气 我是我是很赞同 就是杰斯老师的观点 还有麦克这个提的这个问题 就我就我就补充一下 另外麦克 杰斯老师啊 我们麦克我们都是在湾区的 麦克现在是在 在Mountry在那个Pebble Beach的下面 我现在是在那个 我们像我们有一个 线下的一个 互动的一个有时候搞点活动 我在前两天 我在跟麦克商量 有没有可能我们哪天跟你联系 杰斯老师 我们做一个小规模的一个线下互动的 就是你不是有一个 就是线下的全球的那种 我们是要有一个clubhouse的 所以我弯曲的这个 所以很多的那个都参与我们的活动 我们上次那个Helen 那个股票群的 我这个机工一个场地 就是我的办公室 就是很大的 有屏幕啊 有这些都可以 就说杰斯老师哪天 看你怎么方便 我们我们 我们给你联系 能不能安排一次 谢谢 谢谢 威尔森 可以啦 我们线下讨论嘛 没问题 你再写email给我 或麦克写email给我好了 我们再联络好不好 好了 很高兴啦 没问题 有机会我会跟大家尽量见面 或者是大家私下聊一聊 也毕竟只有投资嘛 很多我们social life也是很重要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你跟我分享啊 然后有些读书的这个建议啊 这个我们把它搞成一个 就是一个中和性的一个一个一个 就不光是谈调股票了 是是是 聊这种BVR Believe Value 这个 这个 这种也许 对于我觉得一个投资成功 是不是成功 嗯 还是说 就是人的一些信念 或这个观念上的一些 有很大的关系 是 我觉得杰斯老师 你做的比较好 好 谢谢你 好 没问题 那你 Michael 或者什么 Weson 你们跟我联络 我们在 再看怎麽樣子來活動好了 好,謝謝 那我把機會講個 再交給其他人 我就會發言到這裡 威爾森跟Mike 他們提到的就是 其實我講個一個終結 就是特斯拉 它是一個不得了的公司 而且它隨便一個東西 就會跑出一家大公司出來 比如說Robertaxi 那就是一個大公司 以後他車子可能不賣你 然後他直接把他做好 就直接丟到馬路上去了 他自己會開出去了 這是一個Robertaxi的business 那機器人的話 那更多了 更多的delivery 也delivery的機器人 delivery的這個車子 還有truck 還有這個 這個很多business model 你會發現他只要一個東西 就會跑出一個大公司出來 所以我喜歡這種公司 那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特斯拉這個公司 可能是幾百年都會 你維持在50%的成長率 你再成長 因為我只看我看到 光做電動車 它就維持50%的growth rate 然後10 year 那之後再來一個Robertaxi 之後再來一個機器人的delivery 那機器人的廚師 機器人的很多 所以大家投資要有想像的 imagination是很重要 好,謝謝麥克跟威爾森 那Cat交給你 我們看下一位 好,那下一位是商禮 商禮,商禮我們 你可以開始 買包 對 不好意思,我要開麥克風嗎? 有,聽到你的聲音 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可以,請說 對,不好意思我想請教一下 就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說 如果我們是買美股 然後要換回來台灣的話 可以比如說 我就去買台積電的什麼ADR 然後我就可以換錢回來 是嗎? 你換錢回台灣 為什麼要去買美國的ADR呢? 不是,不是 就比如說我去買特斯拉 然後後來假設我賣掉特斯拉 那我再去換 再去買台積電的那個 在美國的ADR 那是不是錢就會回來台灣 沒有,你買ADR還是美國股票 還是美國賬戶 還是那個錢還是在美國證券行這邊 是在美國流通 沒有在台灣 所以還是回不來台灣 你回來台灣就是把它匯回來就是了 不是嗎? 你如果買台積電ADR就是投資台灣是沒錯啦 可是錢資金還是在美國啦 你資金在美國 可是你的那個資產那個公司是在台灣 是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一樣就是跟買美股是一樣回來的意思? 沒有回來啊 你如果買美股就是美股啊 你的錢就是跑來美國啦 不管你是來美國開戶 美國證券商買美股 還是買台積電TSM 或是在台灣用付委託 那個錢都已經會匯到美國來 美國的交易所來交易了 所以這個沒有所謂你買台積電ADR就回台灣 沒有這回事 你還是美金啊 你要用錢你還是得賣台積電把錢匯回來啊 不是嗎? OK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就是00757前一陣子我就去買一些 然後現在又在說什麼半導體估值過高 什麼市場要修正 這種市場修正的說法老師你覺得 好我們剛剛有講過 你就是這個你問這個問題就是落入了一個就是 你不知道的問題沒有人知道的問題 所以這個市場要修正 半導體要修正 這是哪一個妖魔鬼怪在講的話 這個不是人講的話 他以為他知道他根本不知道 所以你就不要相信這種預測了 所以我就是還是按照紀律繼續買 對你就有錢就買吧 買了不要管那些那些裝神弄鬼的 以為自己知道其實他們都不知道了 因為最近台灣股市就一直跌啊 所以就是 所以啊 跌沒有人知道市場會跌啊 那跌了就跌了嘛 那跌了 妖魔鬼該又出來了 反正市場漲也有這些人 市場跌也有這些人 反正漲跌都有這些半仙啊 以為自己知道的人在那邊預測嘛 那你們投資者就聽這些半仙在那邊講話 那你就這投資不會成功嘛 你就買了不要聽他們的話就可以成功了 這是不要去聽他們所謂 漲太多了需要 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那個那些人是誰對不對 那些人就是 要嘛就是 那個這個股市分析師 就是股市老師 要收你們會費 會員會的 那自己投資都不成功 他靠你們的會員會吃飯的過日子的 那你覺得他投資有成功嗎 當然沒有成功啊 那有一些財經媒體他自己就不投資 只是在那邊講的話 他自己投資也沒成功啊 所以 你不要去聽那些自己投資都沒成功的人 再講投資啊 那沒有用 所以不用去管什麼估值過高 要合理修正 不要 那個都 那個那些人連估值怎麼算都不懂 還估值過高咧 老師那如果像這樣子 特斯拉既然這麼有潛力 還是要不要 比如說10% 那你買00757就有特斯拉了 就還是00757就好了 00757裡面就有特斯拉 就不用再特別錢 不要你不要再去單獨買各種 好謝謝謝謝 不客氣 好 那 我想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 我們拉零上來的時候 你可以先關麥克風 要不然就是聽眾會一直聽到雜訊 然後 就是 就是先把你的麥克風先關起來 然後發問的人再開買就好 然後我再回復一下 張妮你剛剛的問題啊 就是說如果你就是沒有想要賣股票 你想要把股票匯回來台灣是可以的 你先到台灣的任何一個券商 就是開證券就是付委託的帳戶 然後請你的券商給你一個指示書 就是你自己在台灣的那個帳戶的一個指示書 然後你就請你美國的券商 幫你把股票匯回來台灣是OK的 但是前提是這次股票有在付委託交易 像有些股票它不是在那個 紐約市場交易的話台灣是不能交易的 但那個就不行 你就是還是得賣會錢 那如果說是在紐約市場有交易 然後台灣也有交易的 這些股票你就可以不用一定要賣掉 然後才會錢 你可以接會股票的財產是沒問題 然後會費的話 你就是要自己跟你的那個券商溝透 那個價格好像是不太一定的這樣子 這是另外一個方法 把股票匯回來台灣的一個方式 好那你還有問題嗎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下一個 沙手開賣發文好嗎 好好謝謝謝謝 好謝謝主持人 好謝謝主持人 James老師我有一個問題 我現在有三個帳戶 brokage還有兩個那個退休帳戶 就是 IRA和 Roth 我呢一直在一點點的 從那個IR8帳戶裡面 轉出來把那個錢 轉到那個Roth上面 交稅 轉了錢 現在我就是有點疑惑 這筆錢在那個Roth裡面 你有什麼建議嗎 我可以就是學習的 我可以放在QQQ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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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管它 那麼現在呢 我這個Roth的賬戶 也越來越大了 你有什麼建議 我可以就是學習的 如果你要輕鬆投資的話 你Roth裡面的錢 我的家裡的IRA還是一樣 買QQQ就好 你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它什麼帳戶 反正都買QQQ 是的 買QQQ真的很好 再加一點 大概自己感興趣的個股 就是小一點 從百分之五 像你說的那樣 是吧 是的 你如果覺得那個公司 是你願意長期持有的 那你就可以買一點 那可是我是覺得你百分之 大部分沒什麼Idea 就全部買QQQ就好了 是 我現在就是這樣 我有的時候沒有什麼Idea 我就是買QQQ 我有一段時間 有一個非常愚蠢的想法 想把這個Roth裡面的錢拿出來 再放到那個brokage account裡面 這完全沒有必要是吧 沒有必要啊 你拿出來 放到brokage account的目的是什麼 你要知道 你在Roth裡面 就沒什麼不好啊 對不對 不交稅 那個brokage裡面 最終還是要交稅 是吧 brokage你如果不賣 Dividend也有一點income 那我不知道你的income多少 那你放在Roth IRA的話 你買賣當然不用繳稅 可是我們也不買賣 所以 可是Dividend就不用變income 對 對 那就清楚了 明白 買QQQ就很好的 真的 對對對 就是這樣 對 就是超市方式模式 不管它是什麼帳戶 對 好 明白明白 謝謝 不客氣 好 謝謝Sasha 我想要分享一下 我這個禮拜發生的事情 就是 我不是去那個國泰世華做職介嗎 然後我就順便跟那個 幫我職介的那個專員聊 然後他就問我說 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開始跟他講說 我們投資的那個道理 然後我也把老師的視頻推給他 然後他隔壁的同事很有興趣 也跑來一起聽 聽完以後 過了一陣子 他就很認真的打電話給我 他說 這個James老師到底在做什麼組織的 他聽起來很有宏觀 可是我到現在還搞不清 他到底想要我做什麼 他想要收我當會員 繳會費嗎 我好像也聽不出來 我說沒有他沒有任何的目的 他只是希望大家都可以 學會投資 然後就是 能夠大家一起走到 一個非常好的康莊大道 希望你可以知道 投資其實很簡單 因為其實我在跟他聊天 郭忠仁 我知道他其實當衝救藝 好像也做不小 然後他要一下子轉成 就是長期投資這個路 可能還會有一點震碰期 尤其是現在台股碟還蠻多的 但是我覺得 就是開始聽了以後 我覺得他們就會在心裡種種子 慢慢的他就會去調整他的步調 只是我覺得他真的很可愛 他跟我說 我聽不出來這老師有什麼目的 他也不像要吸收我當會員 他也沒有要叫我獎會費 他到底想做什麼 對我覺得這很可愛 好那有觀眾朋友上來了 我們請Tracy Tracy你可以來發問 James老師早上好 Kathy早上好 James老師 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您 台積電一直是我持倉的一支半導體股票 最近呢 我有點開始擔心這支股票 我想請教一下老師的意見 我擔心它的原因是 我不知道兩岸之間的政治關係 會不會對台積電的股價造成長期的影響 這還是不是一支好的標的長期持有 謝謝 James老師 我想大家買個股 都是因為會因為股票下跌了 就開始懷疑人生了 就是這股票是不是變不好了 或者這股票是不是有問題了 可是股票在上漲的時候 好像就都沒有這種問題 所以大家要分清楚 你對這個公司的懷疑 是因為股價的波動 讓你改變了想法 還是你真的知道它本質有改變 通常我是認為 我知道大家都不知道本質有沒有改變 而只知道股票在漲或股票在跌 所以大家要養成一個習慣 不要用股價來評斷一家公司的好壞 懂嗎 你如果是你要想想看 你當初買台積電的目的是什麼 你想的是什麼 那我不知道那個Tracy 你當初買台積電的目的 你想的是什麼 你為什麼去買 這個可能要回歸到你當初買的時候 那我跟大家講 就是說你要買一支股票的時候 你就是要了解它的商業模式 那你要相信它的商業模式 而且你要打定主意 一輩子不賣了 你才可以買這支股票 那你不能因為一下跌了 你就說我不想要 這就不是投資的一個正確心態了 好 那當你了解這個投資的正確心態的時候 就是說這個股價下跌 不是你懷疑股票的原因 股票下跌也不是你賣股票的原因 只有說這個公司的本質有沒有改變 那我是跟你回答 台積電本質沒有改變 我想台積電這十年來的本質 也從來沒改變過 那你如果當初買的時候 到目前為止它本質都沒有改變 所以如果你當初的買進的考量點 是正確的 那現在也沒改變 所以我的回答是這樣 那你不用去管 這個中美貿易戰 中國的狀態 政治 美國的政治狀態 這都不是我們要管的 這又落到我們剛剛所提的 這個就是你不需要知道的事 這個都是我們不需要知道的事 我們 講白臉 我們說人終將一死 我們知道了 可是你不需要知道你什麼時候會死 這不需要知道 你也不需要知道你在會死在哪裡 這個都不知道 不用說 所以你要知道我們不會知道 我們不需要知道 不需要知道中國的或者是美國的 或者全世界阿富汗什麼 那個都不需要知道 你不需要知道那個 因為那個對我們的投資沒有影響 了解嗎?不要去知道 不需要知道 你也無從知道 那個叫做 你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 的範疇 所以大家只要把每次先問問自己 這個東西是 我不需要知道的 還是我根本不知道 還是說我根本不需要知道 我跟你講 大部分都是 要嘛就你根本不知道的 要嘛就是你不需要知道 了解 所以你剛剛問的問題是這樣 所以你如果是有台積電 你的比例也不高 那你就抱著吧 就是這樣子 沒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如果你當初買台積電 你就一槍熱血都買 那你為什麼現在要賣? 你要回來 除了把股價的因素排開之後 其他有改變嗎? 你要問自己 好的,謝謝James老師 我的問題完了 謝謝你 提問 好,謝謝崔喜 那我們接下來請莉莉 你可以開發問 好,謝謝主持人 謝謝James老師 James老師 我聽了您的那個講座 我非常欣賞您的觀點 非常贊同您的觀點 但是呢 我一直呢 也都沒有採取行動 主要的問題就是說 我的帳號 幾乎都是滿倉的 就是說 要我把別的帳號 就是說 把帳號裡的 別的股票 把它賣了 然後轉成其實就 好像這一步好像很難 真的很難 一下子做不到 就準備到自己 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 一些能夠跑贏大盤 每天做股票其實也很累 也花時間 有時候也影響那個 工作或者生活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話 這一步始終跨不出去 就是說不能夠實現這個轉化 像您說的一下子 多少錢 全都能進入去就 我想請您再指點一下 謝謝 這個大家 很多人 已經很習慣在操作的 要叫他都不操作 突然之間他就很 很受不了了 那我是覺得這個你一定要借掉操作的這個壞習慣 因為操作本來就不會給你多餘利潤 那你要轉到QQQ說實在的 如果你 你 不了解這家公司 我不能說叫你從全部立即市價賣出 我沒辦法這樣跟你講 因為你裡面如果有特斯拉 或者裡面有Apple 那不需要賣 為什麼要賣 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要看看 其實你要想想看 這家公司是不是耳熟能詳 而且他的商業模式你的理解 如果是的話 而且他又是你有獲利的股票 你是不見得要賣 可是有一些你根本不懂的公司 那那個公司也不是 不是說一定好公司 你一定會懂 不一定 所以你知道你是你不懂的公司 你就不應該持有 這是我的建議 所以你就是要趕快 你去先把那些你不懂的 或者是有虧損的 或者是 如果你的持股現在還有虧損的 那代表這個 除非你剛買進去有虧損 這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你持有1年2年以上 那你覺得還有虧損 那這個公司可能就不值得持有 你應該就市價整個賣出 那市價就買進QQQ 大家要知道 你就很簡單 市價賣出 就全部市價賣出的 再看看有多少錢 一筆市價買進QQQ 就結束了 那買完之後 你就不要動了 不要再log in了 就不要再看了 你就好好工作 好好陪家裡的人 你把時間 你把時間花在別的地方的時候 你就看股票時間越少 你就越不會去管市場 等到你如果能夠離開市場 兩三個禮拜之後 你對市場的那個盤的感覺沒有了之後 你根本不會想要操作了 連看都不想看 因為你就知道你這樣擺著就會很富有 那就好了 你投資的目的不是就是要富有嗎 要有好幾千萬美金好幾億美金 不是這樣子嗎 你只要買了不動 就這個目標就會自然達成了 所以你想想看你就是 投資的目的就是要賺錢 那我就趕快換到QQQ就是會賺錢 OK 投資就是要達到千萬級的 億萬級富翁 那你就趕快賣掉趕快轉到QQ 你就會達到千萬級億萬級 那什麼都不要動 那你應該多可以多花點時間去散散步 去旅遊去陪陪家人做一些好吃的菜 或者是到餐廳去吃 這才是人生 不要在股票市場花太多時間 這是我給大家的建議 這才是人生 你人生如果只剩下一個股市 那就非常悲慘了 了解嗎 不要被股市綁架了 懂得嗎 所以利我跟你的建議就是說 你要先拋棄操作是非常不好的 那一直凹在股市裡面是不值得的人生 你應該是 那股市只是幫你賺錢而已啊 不是給你沒有其他的目的了 所以你就趕快買到QQQ 就會達到你的目的了 那你的人生的目標要趕快轉移到 別的地方去啦 享受美食啦 去旅遊啦 陪陪小孩啦 還是跟父母聯絡啊 好久沒聯絡了 那是不是要去看看父母啊 可能要把時間花在這上面 而不是花在市場 了解了嗎 這比較值得 利我給你這樣回答 好謝謝Jim老師 好謝謝 好謝謝 就是市價賣出市價買進 三分鐘五分鐘內就可以解決 是不用糾結太久 好謝謝利 那接下來Jim 你可以開賣發問 老師早上好 那個上次我在這裡聽您說這個現金做Pledge有96%的這個Line 然後呢您又說好像做完這個這個這個現金的Pledge 又可以把用現金來買這個QQQ 這樣的話我覺得Trial swap很容易就發現這個你的現金都變成了QQQ了 他會不會把你這個Line 調整成70%啊 會啊當然是馬上給你調整70%啊 這確定的啊 只是說你用現金去做Pledge的時候 假設因為他 他的利息是跟著額度走嘛 假設你有你有這個120萬的現金的話 那你做Pledge有96%那你的額度就100萬以上 那就是以100萬到150萬的額度為利息嘛 可是你如果120萬都是買QQQ的話 那你的額度就會掉落在50萬到100萬的中間 那利息就比較高 哦明白 那這樣的話他調整以後他這個利率 他一開始給你核定完之後就不會變了 哦利率不變哦明白了 哦是這樣的 那 嗯 所以你就是假設你流現金會 uptick一個bundary的話 那你就留著那申請完在那個那你可是 這是假設你是啊啊啊啊啊啊流現金也不會up一個Tick 96%跟70%可能都在100萬到150萬中間的話 那你是不用拿就直接買了之後再去申請 還是在100萬到150萬中間的額度 利息不會改變 所以你的額度是130萬跟108萬 利息是一样的 所以你现金留着没用 那就买进去去申请就好 买进去再去申请就可以了 假设你现金留着 可以让你的额度稍微提高一个Tick 就是Boundary超过100万 那刚好可以比较便宜的利息 那就等于申请完再买进QQQ 进我再回答 Hello Jim OK吗 谢谢我的问题完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Rubb 你可以开吗一会儿问 Hey James你好 那个我记得刚才这个Jim 他问的这个问题就是 QQQ那个Charles Schwartz 如果给70%的卖 像特斯拉给60%的卖 但是好像那个Charles Schwartz 不是有权利 随时调整这个percentage的是吗 那这样的话这个风险 对我们这个投资人 那你怎么控制呢 怎么公平呢大家 第一个 除非那个公司突然变烂 不然的话我只看到 特斯拉的percentage 是一直往上调了 这个是这样 我没有看到 除非你自己买的公司 真的是 不是很好的股票 那比如说你买的可能是 比如说是 是我不知道了 这个这个 我主要特斯拉了 特斯拉不会了 特斯拉公司只会越来越好 那他只会调 现在60 65 等一下之后就还调到70 除非你买到的公司 像柯达本来好的 后来变不好了 那当然就 就就就就变得垃圾股了 所以可能会被调降 所以杰姆斯您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Charles Schwartz 他还是根据你这个标的 就这个公司的好坏来定这个percentage 而不他不会说 就就是我 这就可能是我们想想想想想多了 就是他不会说 比如说我突然把这个乱挑剔了 那我就把你的本金掏走了 不会不会不会 他没有这个意图 他希望你借钱 他不需要你不借钱 明白 他的银行的生意就是钱要借出去 他的产品 他的库存就是钱 他钱如果不卖出去 不借出去 他是没有获利的 所以你们向他借钱 是你们是给他一个恩宠 懂了吗 明白明白 就是你不要担心说 他想把你那点本金挠走 不用 他没有那么 他不会杀 不会把你杀了 杀了他就玩了 他自己也玩了 是是是 对 还有就是上次我跟您说 那个买QQQ这种 可以永远不卖的 这个账户 那这个账户是应该去开什么账户 那是用Trust开账户吗 就这样的话 你可以比如说 您上次提到说 一代两代三代都可以不用卖 那是不是要用Trust去开啊 我说QQQ不用卖 世世代代都可以传承的 意思就是说 他是一个不会坏掉的投资 你买Apple的话 40年后 Apple会好 会好不好 你不知道 你把Apple的股票 当遗产给你子女 你子女会问了爸爸 你买Apple是为什么 那以后我要怎么处理 像我女儿就会问我呢 爸爸你的账户是有个股 还是都是QQQ 我说我很多个股啊 那怎么办 以后你给我的时候 我都不会操作啊 我说没关系 我都会换成QQ之物之后 在遗产 当遗产给你 就是说小孩子不懂 你不要给他 给他HotTime 所以你到最后都 你都买QQQ才能当遗产 才让小孩子不会乱操作 或是不用烦恼 所以我都跟我女儿讲 我最后的账户都会变成QQQ 之后转给你 所以他知道了 他知道了 所以我说可以传世代 是因为不要让小孩子 有worry个股 你投资了个股 他不喜欢他卖掉了 可是QQQ不用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你不管怎么样 这个跟遗产税是没关系 跟遗产税没关系 跟任何账户都没关系 你所有的账户都买QQQ 都可以传给他没问题 但是该交遗产税还是得交 这就是另外一模式 对那是另外一个 交遗产税是另外一回事情 OKOK谢谢谢谢 我还有 最后一个问题 那个我刚才听到有人提到 像纽约的那个投资人 提到那个公司叫Panantier 这个我也买了一些 我不知道您对这家大数据的公司 美国军方这个 这大公司怎么看 听听James您的一些 那个意见 之前应该没有人提的 不过你提的 那我给你回答说 我没有研究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OK 因为它是比较早期的一家公司 市值比较小 然后呢很多人看好它 所以现在比较热门 是是对我我我没有研究这家公司呢 OK OK 行 那我的问题我完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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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那那个下面有个观众 他的名字是QZ 我没有办法拉你上来 那你可以先退出房间 再进来再举手 我们应该就可以拉你上 就是看 那接下来我们请Steven Steven你可以开麦发问 好 大家听得见我吗 听得见吗 好你好 谢谢James老师 我这是第一次上来讲话 感谢很多资讯 我觉得真的收益蛮多的 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Traditional 4-1K 还是要那个RAS-4-1K 我之前都是一直都是都丢在Traditional 4-1K 然后最近收到那个公司的提的资料 说可以 可以选择那个RAS-4-1K 我想说有必要换吗 因为我的我们现在的那个4-1K 然后之前就是真的每年就是投到宝 因为我的我的 我是Tex-breakers很高 我收入很高 所以一开始就是全部把它投满了 所以我现在就想说有需要换成RAS-4-1K吗 你如果收入很高 你应该没有办法投资RAS-4-1K 除非你们公司的是RAS-4-1K 一样啊 你如果薪水高过13万的话 你就没办法投资RAS-4-1K 可是是这样子吗 可是你有公司 他那个 那个Potential基资料给我说 我可以换 然后他说我可以换成一半一半 或是全部转成 换个RAS-4-1K 或是说 就是Stay在Traditional 4-1K 你如果把你的Traditional的4-1K 转到RAS-4-1K的话 你要缴税哦 我知道 所以说 他说我可以keep两半 就是说 把目前的不要动 然后把后面再丢进去 全部就是 后来后面丢 转成那个RAS-4-1K 因为我去查一下 就是说RAS-4-1K 现在是 那个是After Tax-1K 可是说 你以后领出来的时候 是不用缴税的 我不是想说 如果是退休之后 这样子 有比较好的效益吗 还是说 我就只要留在Traditional就好了 我跟大家讲 千千万万 你是已经太晚了 千千万万 不要存Regular 4-1K 也千千万万 不要存Traditional IRA 你们缴税会缴好几千万 你缴不完了 你知道你现在每年 你第一年的两万块 经过四十年后 你会缴不完的税 懂吗 所以不要去放Traditional 跟Regular 4-1K 懂吗 你光两万块的话 两万块四十年 这我了解 所以说我才来问说 我是不是该转到全部 就是从现在开始之后 全部投那个RUS 你要 你如果能投资RUS 你就是要投资RUS 你不要去投资Regular 对没错 那你以前已经投资的 要想办法等到你没工作 或者是假设你薪水不高 你每年就赶快再转到RUS 慢慢转 不要一次转太多 转太多你就要缴很多税 你能够在24%的税率里面 假设你薪水很高 你根本不可能转 就是先把新要新投资的 先投在RUS就好 还有再来就是你要去看看 Potential的这个 这个你的401K的绩效好不好 如果他的绩效不比QQQ好的话 你也不要投资啊 对啊就是我看了一下 我我目前就是只有13%左右一年啊 所以我想说如果这样子 我觉得那你就不要投资啊 那个绩效那么差就不要投资的 那个那个你你放在自己的投资账户 Blockage account买QQQ永远不卖 也跟在RUS没两样啊 那我了解 我再去了解一下 看是不是说我可以全部把那个 就是以后从以后开始全部丢 那个RUS40K 做这样子的话就以后不用缴 所以现在就缴 缴After Tax Dollar 我问一下他说因为 一万九千五嘛 现在是今年是 今年是一万九千五可是他说 你说After Tax我好像是一万四左右 可以全部丢到那个RUS40K这样子 你还是可以一万九千五投到RUS没有问题 可是当然你另外还要再去 这个这一万九千五不能抵税 就这样子而已啊 对对对 你还是可以投满一万九千五啊 那我了解 那你建议就是说全部以后 就是全部丢到RUS40K不要丢那个Traditional的吗 No.1你如果Traditional的401K跟RUS401K的话 你一定要投资RUS401K 那你要投资RUS401K的时候呢 你要看看RUS401K的基金里面的Mutual Fund The Selecting的绩效 有没有比QQQ好 如果没有的话 尤其差很多 你13%的回报是很糟糕的 对不对 人家QQ都25% 35% 你才13% 那当然不要投资那里啊 你放在自己的Blockage account买QQQ 你的回报率 你以后会达到三亿 那你放在RUS的话401K才两千万 就算不缴税也才两千万 我三亿缴税也才还有一亿五千万啊 所以而且我不骂也永远不用缴税不是吗 那我了解 谢谢谢谢 对所以你应该是去看看你的potential的这个 这个401K的Mutual Fund的Selecting 绩效好不好 如果没有选到好的绩效 里面没有好绩效的基金 那就不要投了 那就直接放在Blockage account就好了 那买QQQ什么都不要动 你就没有税务的问题 好的我了解了 谢谢你 好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Steven 那接下来Jim Jim你是在上来对吗 对他是在上来 来Jim 对我是在上来 那个又有一个问题就是 Pledge的这个Line有可能被降低或者是被冻结吗 因为以这个房产为抵押的这个HELOC在次贷危机期间我听说有的人这个HELOC就被冻结了或者是银行就降低你这个HELOC的Line 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开了十多个然后其中有一个那个银行说就是冻结你的HELOC那Pledge这个有没有这个风险 第一个就是你Pledge的钱本来就你不会把他用光光了那你知道HELOC除非你那你刚刚讲的那个人他做了很多HELOC所以他觉得你这个可能用不到HELOC 这个HELOC的钱有时候你不动你不动用的话银行会收回去的因为你们办了一个credit line在那里的时候银行是要reserve cash在那里等你们那这个reserve太多就你们都不动用他就会把你收回去了 等于就没有效率他觉得他资金没有效率他可以随时帮你收回去对不对那你如果在办配合的你办了你都不用他可能就是说你要不要把它close掉你都没在用你都完全都不用的人那他就觉得你我留的reserve这些cash给你没有用因为你们今天有credit line在那边他是要留有一些cash的level在在等着你去提领的那你们都不提领那reserve那么多cash他就效率很低嘛他就会把你收回去了 而且他觉得就把你收回去了所以我不是说他不可能啦可是几率很低啦你就是有就有点有在动用他不会把你收回去的那除非那个公司银行已经run out of cash我想08年的时候很多银行是run out of cash那他当然就把很多credit line都取消掉是有这个发生机率没错 那你相信这个trust swap不会冻结你的这个credit line是吧我不觉得他会冻结除了他这个银行快倒了好行谢谢 好谢谢君们接下来只有银行run out of cash他才会做还有就是认为你这个账户没有效率他才会这样做那在美国就没有看到有银行就这么大银行他拿不到钱的他可以拿到钱了那他又没有说这个刺激房贷说这个overcredit就是说你手上你他手上都有你的股票所以你也不可能崩盘你也不可能倒债 所以他不会run out of 像那个刺激房贷那个run out他的cash对不对所以不会有这种问题他就不会把你的这个pledge close掉是不会的了好往下一个好那接下来易你可以开麦发问 好的我首先要谢谢一下金斯老师然后也跟金斯老师联系过帮我开那个pledge account也是 然后我的pledge 看了那个昨天已经开通了嗯嗯嗯然后呢我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收到那个信上面说呃我第一次必须要用七万然后因为我的那个黑love他说我第一次要用多少钱然后我必须要三个月之内不能还如何如何我就想知道这个这个pledge是说这七万我要用多久然后以后 我可不可以有随便用多少拿多少还是有没有这些呃规定什么的我想了解一下谢谢 ok 那个七万块你可以领出来拿出来之后两三天你就把它还回去就好了那你七万拿出来之后他出一个一个就是他可以知道你有开始动用了他会寄一个支票本给你 你如果七万不移出来那个支票本就不会给你你这个pledge的account可能就没有active 那可能过一段时间你都不去都没动用他就觉得你可能不需要那他会问你要不要关掉你就不让我留那么多钱给你干什么 所以你就把七万块移出来过两天就把他移回去就好了 好的谢谢 嗯嗯 好那接下来Weson Weson你可以开麦发文 好谢谢我那个正好提到那个pledge我有个问题问James老师 因为这个pledge这个哈就是说我正好我一直也是用的希望的卷商好多年了 所以我也在跟他的联系好像他有一个管北架的就一个旅的他整个就他一个人负责 所以就说流了message他不太容易找到这个人然后他如果打回来我正好又在在那个我在我在东部所以我在我在那个我现在就是 所以我还没有最后跟他就说谈定我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说你的那个pledge他大概他好像是说的你的股票账户你的那个bockage account不能不能用那些其他的期权啊什么的 其他的那种哈就只能是纯粹的stuff啊equity那个呃才可以来predge 所以他就建议要把分开就是说要独立要弄一个账户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股票哈比如说是如果我我有比如说假设哈就说呃有100万的这个价值的那个nvidia 股票如果如果说这个nvidia的股票它大概半年不到半年大概有30%到40%的这种呃就是growth所以我如果predge100万我还没有做什么实际上这个这个这个账户的这个价值已经到140万或者是多少万但是你在predge的时候它算到70%这样给你嘛就是说你的额度哈 对了比如说他就只能让你借70万那如果说这个股票已经涨到150万了他这个他这个predge的那个额度会跟到涨吗还是说一次就锁定了 他real time每天都在变 就是说你的额度是可以可以呃可以就是随着这个价值你的这个counter的呃增加是吧他每天的额度都在变就是你的股价在变每天都在变所以你随着你的股价你的你的nvidia100万涨到140万你的额度就从70万涨到105万 哦所以他这个是动态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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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只是care你这个这个这个helloq的你的interest rate是多少他一旦给你锁定了你就只能你这个interest的去借钱这个意思是 可是你如果是一开始是70万那你的利息可能是2.2这个这个333.5好了那你如果超过100万了你就去跟他讲哎我已经超过100万了我这股票涨到150万了我现在额度有110万的你要不要降个利息他会降给你的他会调整他对他会调整到2.9啊这样从3.5就调整2.9给你啊你要去谈嘛这好像refinance一样啊可以谈利息 啊另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呃因为如果你是一般的blogger account你的股票就说你买的股票他会有一个margin化这种requirements有可能他会给你generate的一些bying power那这种pregion account 就是说除了helloq以外没有可能在pregion account就没有margin power的没有margin power的没有margin power ok i see i see i see明白了明白了先我的问题就这个我正在给那个女士啊在在确认因为我我可能下周就回回玩去对然后那个我在给james老师联系我们我们安排一个线下的交流然后对对对我们我们弄一个小规模的没问题没问题 你问我有空啦我有空啦我有人在我在哪里我就是就可以参加就会参加没问题 那个大家在这个房间的如果你是年轻人或者是你有很多基本的投资问题也不要客气齁你就上来问我们很欢迎很多年轻人你对投资不太聊了 或者是连什么是etf都不知道的或者是台湾你要买00757什么是00757你也不懂的还有美国投资者你要买qq你也不知道什么是qq或者是你连blogger就是投资账户你都还没开户的你也可以来问我们都会回答的第一个你的人生第一个就是要投资那你没有证券账户的你就要去开个证券账户 那在台湾的你可以买00757在美国你就买qq那我们就是要帮助所有的人富有我们没有什么目的那开的那个那位礼专或者那银行的朋友就是世界上没有人这样子的啦就是说大家都是反正 其实网路上很多诈骗集团他们常常会跟你讲就是欧来我们这有个股票族群你们加入来这里面有些名牌 那你加入的时候你就看到里面的群组里面就是billybilly的就哦我昨天要赚多少钱啊那老师跟我讲这只股票啊哇你看就涨了反正那一天涨什么他们就里面的讲什么其实里面都是暗装那那个就有人会联络你啊哎这个你要不要加入老师的会员啊只要一共 一个月讲多少钱啊那老师就会给你个名牌啊那你给他钱那就就就结果那都是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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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骗子哦所以你们不要受骗上当了还有就是我没有什么投资族群我都没有啊所以你如果参加任何族群找不到我的那这个就是不是我的族群我的族群一定可以找得到我才是我的族群那我们的族群就两种一种就是以前我们上课的学员的小组长会议的那个族群还有一个世界城市族群那这个都已经关闭了不过 不会再招收人那可是就是说只有这个两个族群所以我们不会再open去招收任何的所以你如果在网路上有听到或者是什么的那都不是我们啊那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欢迎很多年轻朋友或者你对投资是完全小白的也没问题上来问啊我们非常愿意啊 教你怎么投资啊让大家都致富啊这是我的目的啊我没有其他目的我不需要钱我钱很多的啊我就是要让大家跟我一样有钱就是我的目的啊谢谢 好谢谢老师那我再就是回馈一下老师的这个刚刚那个议题就是我今天早上去买菜其实我有点吓了一跳因为其实我平常不是就是我不是负责买菜的人可是我今天买到一把芹菜八十五块我他在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傻眼我心想说怎么会一把芹菜八十五块这么贵 以前不是一把三十三把五十吗然后我我我当下是我就想说啊还好我有做投资哎如果我没有做投资我怎么会可以跟得上这个物价的飞涨真的很恐怖哎那我又想到我妈妈就是我妈妈是一个没有收入的老人然后我就想说那他平常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买菜他应该会焦虑到一个不行吧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幸可以经过我们的房间真的是要好好的停下来然后 开始跟着我们一起投资那我们真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好共富然后互为贵的这样那接下来我们请那个OliviaOlivia你可以开麦发问谢谢 James 老师您好那个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台湾还党那个富邦纳斯达克100的ETF也就是00662然后我想确认一下James 老师不推荐 就是这个推荐的原因是不是因为第一个就是以绩效来讲的话00757他的持股比较集中所以Performance是比较好的那另外就是如果要投资那斯达克100指数的话嗯还有一个就是富兰克林的高科技基金他可能投资绩效他是主动型的嘛所以比富邦的这个00662的绩效来的好所以没有推荐 我想确认这个事情我想确认这个事情我有推荐富兰克林高科技基金我没有推荐00662因为00662的绩效是真的非常的糟糕所以你不一定要你不要投资00662了他他这个两年两年QQQ回报率是100%00662才62%那为什么要投资00662 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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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投资00662懂吗0050都比他好 这我给你回答就是说不要投资00662好不好你在台湾吼我现在就是观察你如果台湾你就是买00757了如果你觉得00757太集中十字股票你是可以考虑投资00886 00886也是不错的只是他就比较分散他就不是纪不像QQ前面十大股票就集中他是哪个每只股票不超过4%4% 那是台湾现在我还在观察00886了不过你们如果觉得00757集中十字股票不是这么comfortable的话你可以买00886 也算还是可以都至少跟QQQ一样的绩效那00757之前是绩效是超过QQQ所以我跟你们讲我给你们的股票只要大部分都会跟QQQ一样或者是超越QQQ 比QQQ低的不值得投资了懂了吗 嗯明白了谢谢James老师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呃 您怎么去看因为我现在人在内地好然后您怎么去看就是说呃中国目前对于一些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呃有一些打压嘛还有就是他现在好像在整顿他的一些资本市场那您怎么去看在投资的时候怎么去考量这个政治风险 OK这个是我们不需要知道的也没什么风险不会有风险 中国市场中国中国的政府在做他该做的事他监管就是监管为什么美国监管就没事啊台湾中国人可以就不要监管就变成就有事没这个道理所以监管是好的不要让他像他监管蚂蚁金服那难道不监管吗不监管难道他变成中国式的刺激房贷吗 当然不可以啊他的那个贷款金的这么高如果是蚂蚁金服爆掉了中国才是有金融危机所以中国监管是对的所以大家不要 不要有什么偏见中国监管是对整个市场是有健全的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他不会他又没有持有中国政府他就他不会想要把自己的公司打烂吗不会吗 他就是要监管的也不要让他变成是地雷吗不要让他变成是金融炸弹 还有就是当然就是这个个人讯息不要被污烂用吗像美国你看现在那个Facebook想要把谁关闭就关闭吗当然 当然那个美国的这个大高科技都都应用他背后的这些data做一些事情吗那中国当然这些公司阿里巴巴什么都也在做吗那中国现在在做的就是不可以这样子吗 大家所有的information要是全民的吗所以他要让大家公平竞争吗所以我没看到说有什么不好啊这是positive的事情所以第一个不要去把他政治化 政治贵政治投资贵投资 是要逆向思考现在应该是去加码00757的时候 你有钱就买啊这个没什么好加码不加码 当然有些有的人跟我说老师00757有两次中概股现在跌的很凶我们是不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说那跌的很凶不就该买吗不是吗 这个公司的本质没有改变那那越跌不是越安全吗不是这样子吗你那个300块的股票跌到100块的你不觉得现在去买不是更安全吗不是吗 对不对 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要知道啊如果以价值投资者的角度越跌应该是越高兴才对啊怎么会越悲伤啊 那那等到他不跌了就会涨了吗对不对不是吗 那最近00757的肌下稍微差一点那是因为两次中概股当然就跌大家中概股大家不知道莫名其妙在抛售那等到大家不抛了就开始涨了那你就知道他就会涨很凶嘛那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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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啊过去 所以00757会赢过QQQ不就是中概股涨很多吗所以中概股涨很多的时候大家都不会抱怨00757的迹象很好 结果这中概股一跌了就说变成不好变成中概股又不好所以不要用股价来评断各股的好坏这个我 你有没有研究阿里巴巴的基本面这才是重点了解了吗好 好谢谢老师谢谢阿里巴 好那接下来ZZ你可以开麦法问 嗨 James 老师你好我是有一个问题问那个Pledge account so 我看了一下那个Charles Schwab的介绍 它实际上那个read是叫Sulfurate plus那个spread 就是我们现在说spread就是我们现在这样说的比如说100万以上2.4% 那因为这个Sulfurate是floating的就always change 现在因为是read是历史最低点那in the future 因为比如说 它要加利息啊什么的那in the future 如果它这个increase到 比如说我知道以前比如说10年前那个read都可以到七八九的 那如果这个read升到那么高那我这个如果已经比如说先借有几百万借出来用 那我到时候要付不是利息很高像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 第一个你知道什么叫Sulfurate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只是说它就是隔夜拆款利率 隔夜拆款利率等于就是说现在是零了 零到零点二五了所以他现在的那个Sulfurate加上去它是零点零把 对啊所以很低了那央行的利率那是已经低到不可再低了对不对 那你央行以后这个就以后再调过去的历史这十几年来 央行的那个利率就从来没有超过二了没有了所以 啊再来就是说你现在借以后还现在借以后就算要你觉得调到二十了你不还不行了那你还也很好啊 至少让你用了七八年十年了吗 了解了吗所以没有什么但能借先借了 对不对那你我是不觉得会有这个问题的还有就是我讲过一句我讲过就是说经济成长率是高过 就经济成长率是高过不是那个资本回报率是高过经济成长率那经济成长率要高过利率那利息是最低的利息是在最下面的所以资资产回报率就是我们投资股票的资产回报率是高过那个经济成长率 经济成长率要高过利率不然经济就会摔下去所以利率是不会超过资本资产回报率了 嗯嗯嗯嗯好的好的谢谢好好接下来我们请亨特亨特你可以开买法文 哎哎这不是老师你好啊Kiden感谢啊这样的感谢你的这个先分享哈我以前断的去听了一点我就是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说那个关于这个利率的问题哈他假设啊你你的这个这个 LINE达到了100万以上利率能达到我刚听您讲是2点几是吧 这2点几以后我如果借我借这个钱啊 第一次要借7万是吧 这7万他是说啊 这个2点几次apply出这个7万而不是那70万是不是 对啊 你借多少用多少借多少算多少利息啊 嗯 I see 那就是说讲这我以后有钱 我有更多的钱 我就放进来 我就买股票啊 我也同时可以放一些开始 当然最prefer放了买一些股票啊 然后呢 这个我那我取的钱多少我是可以控制的时候 假设我我我我今年我我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钱 我没放里边 我我我只在这个看里面取2万3万 这样可以吗 还是一定要7万以上 不用你不要不拿也没关系啊 啊那不拿我就不需要复利息了 是 哦那这就很好的啊 那些还有一个问题啊 啊就是说因为刚才也听到几位朋友讲说啊 啊还有您讲就是说呃就是说不光是QQQ哈 也可以买其他比如特斯拉呀什么的 但是就是说呃比起特斯拉和QQQ来讲 您还是prefer QQQ是吧 因为QQQQ它是一个基金指数他呃不停的他里面可以去调整 但是特斯拉呢假设我们说特斯拉未来10年很好但是未来20年他不一定好了是不是是这样理解的 是的所以你就买QQQ就可以了 啊对的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比起QQQ来和Spy因为Spy也是指数呃他们两个的差别呢因为我听说Spy不是还有一些dividend吗 啊那个QQQ没有是不是啊 就是增长回报率加上股息殖利率 这样才是你的总回报率 所以QQQ的成长率高过Spy很多 所以你的投资QQ的回报率是会高过Spy 而且人类未来的成长都是高科技 所以不要去投资Spy投资QQQ 你长期回报才会高 啊明白了非常非常感谢 好感谢 谢谢 好谢谢 那如果如果你可以开麦发问 哎好谢谢 我我还想起来一个问题 我听说那个Pledge的问题 就是说呃那个我是重仓特斯拉的 所以我跟那个Charles Schwabble聊过 就是Pledge百分之那个percentage到百分之六十 然后但是呢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平时这个 living income呢也靠一些房子租金呢就也能够维持 所以呢我就在就想听听您的建议 我把这个钱Pledge出来之后 那个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那是这种钱应该是怎么去再做投资呢 还第一是我比如说百分之六十拿出来 我是不是只能动很少一部分 然后像我这种具体情况我应该怎么再去再投资呢 好就是Robert还有刚刚那位的问题 我跟你们讲一下刚刚没有讲 就是说你Pledge都办完了 那你的薪水应该去投资啊 那你应该是拿Pledge来过日子啊 这是number one 你你要拿Pledge的钱出来花 那你的钱要拿去投资 那这样才是对的 那你拿钱的方式 你不能拿太多 拿太多就有风险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 你如果用一百万去Pledge 你每年最多就是动用三万块 了解了吗 所以你可以你自己薪水可能就是 你一年可能要花五万块的过日子 那你可以三万块是从Pledge那边拿出来 那你自己再把三万块拿进去投资 自己的薪水拿去投资 那你这样还是过你五万块的日子 可是你会欠三万块的Pledge 那你可是你的投资三万块回报率是12% 那可是你只要付那个2点多%的利息 所以你是有中间会多赚很多钱 对不对 对 所以你Pledge是可以拿来用的 可是你只要用只要谨慎使用 就是好像信用卡就是说 这个谨慎使用 这样子就好了 那你就是每年可以拿3% of your asset 你的抵押是150万 那你的3%就是四万五 那你就可以每年从Pledge那边拿四万五出来 那可是你最多最多可以用到 你的资产的20%减10万 什么叫20%减10万呢 就是说你有100万抵押 你最多可以用20%就是20万 可再减10万 那减10万就是Buffer了 如果市场跌掉70%的时候 你不会被追缴 了解了吗 所以你第一个每年可以用3% 可是最高不能用到资产的20%减10万 好这样子 那这个这样子你在安全范围内 使用这个借款 没问题的 所以你说的这个100万 这个就是说是是是这个 你的你的是100万 不是不是你的你的资产 你资产有100万 你的Pledge额度有70万 你从70万里面最多可以拿10万出来用 OK 那可是你尽量每年用 尽量每年用3万 3万这样用就好 每年用3万3万 但是总共不要超过10万 10万 就是这是你的 你可能用了5年 你的资产就变200万了 那200万的话 你可以用的额度就是200万的20% 就40万减10万 你就30万 所以你已经用了10万 你可以继续用下去 所以您这个非常好 就是用的10%的再减10万 这样的话就是 20%减10万 20%减10万 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安全 稳妥的 对安全的 对 然后这个可以一定用的还是按年用的 这都 doesn't matter 按年用了 你按年用就好了 你除了你你你你你你如果今天是就就是100万压下去 那额度有70万 你一次就给他拿10万出来买股票或者是拿去做别的事情 那你就不能再动用了 那你紧急备用金就要准备了 对不对 你你你你你你你把他用掉了 那你你自己要准备紧急备用金 这就不好吗 那你你你了解这一次吗 那你用3万里面还有7万块的紧急备用金 对不对 啊就他如果说你再有什么情况你还可以再动用这7万 对啊你突然之间要去旅游了 或者突然之间车子坏了要买一部新车了 或怎么样子 总是需要动用钱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动用或者突然失业了 那你总是不会担心吗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您上次还提到这个还的时候是可以还intress only 是吧 他那个principal就一直放在里面 你连intress都不用还了 你不要理他他会滚住本金 啊 OK 啊 这就你连intress都不用还 就一直这么办 对 OKOK 然后就到最后 呃你可以比如说你这不卖的话 你就可以一直pass给孩子啊什么都可以 你就是资产跟债务一起pass给他 OK 好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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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Robert 那个接下来 Cindy 你可以开 麦法 我 Cindy 你在吗 好 那接下来 那个 Jenny Jenny 你可以先开 我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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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啊 我没有问题 我只是很很喜欢 James 老师的投资方法 然后也非常 他说的那个 Pell account 很棒 所以可能 可以再 可能再听 听多一些 才有问题 我pass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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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的支持 那 以后有问题就欢迎多多发问 那 再 Jenny 好 嗨 James 老师好 我是最近才开始听你讲投资理财 很感兴趣 但是我想今天问一个问题 不知道 就是说我想问一个关于backdoor Roth的那个做法 我看了 你一集那个就是怎么把regular IRA转成Roth IRA 但是呢因为我没有这个regular 我有roll over 就是以前工作地方的那个401K转成了Roll over IRA 这个可以转吗 可以你roll over出来就是traditional IRA嘛 对不对 啊哈 对那你就traditional IRA就转到Roth IRA就对了 就是把这一笔钱交税就可以了 对吧 就是你转多少要交多少 所以所以你如果里面有几百万 你不要一次三百万就给它转过去 你会嚼死 那你就要 你就是看看 看你自己的薪水还有能够转多少 我建议 Fedex的tax rate在32%以内你可以转了 OK 我不多 我只有一点点 我就想把它转过去 那就可以了 那就直接转过去就好了 还有一个关于Roth IRA的就是 好像还可以把你现在的钱 有backdoor Roth IRA可以买 我上次问了一个financial advisor 他说因为我有roll over就是这个IRA 我就不能做 是这样吗 没有这回事了 你有roll over IRA 那你要做backdoor 你是backdoor什么 是backdoor 401k还是backdoor IRA backdoor再买IRA 你当然是可以再投资 你如果要你现在就把你的IRA 转到Roth 对不对 那你每个月要投资的 你要投资到Roth IRA 你不要再投资到traditional IRA 那Roth IRA不是有那个工资的limit吗 你如果不qualify的话 那你要只能存traditional IRA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就存进去之后就转过去 你存了就马上转 然后OK 你存进去你如果存6千块的traditional IRA 对不对 那你报税的时候说你今天有contribute traditional IRA6千块 那你会从你的薪资扣6千块不用缴税 可是你又转了6千块去Roth IRA 那你就又变成有一个income6千块 那就是要互相抵掉了 你了解意思吗 对就是这个先要把税交掉对吧 你报税的时候 还就是会缴税的嘛 因为你存到traditional IRA 你的薪资是少掉6千块 可是你又从traditional IRA 转6千块到Roth 你又多了一个6千块的income 对对对对 那就是等于没有少嘛 那你的income就等于还是全部的income都要缴税 叫back down OK所以我是可以做的 当然是可以做 当然可以做 你就是把它存6千 那第二天第三天就把它转过去Roth 就叫做backdoor了 OKOK 因为我去找了financial advisor 他说你不可以做 没有了 可以做了 可以做了 没有 OK可以了 可以做了 第一个你可以存traditional 第二个是任何人都可以把traditional IRA 转到Roth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转的事情 OK那就是没有limited 再去找 你有建议找什么人做吗 不用啊 那你自己做就好了 你是要开 你有traditional 你有Rowover的IRA 你就可以存钱提拨到Rowover IRA里面的账户 OK 不是那个traditional IRA tax free也有income limited的吗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 不会啦 traditional没有了 没有啊 traditional没有 Roth才有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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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James老师 谢谢 好哦 谢谢大家 我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现在是亚洲时间 晚上11点40分 然后我们会把 就是现在在上面的朋友的问题都问完 然后我们才会关闭这个房间 然后今天晚上 明天早上10点钟 就是亚洲时间 跟晚上的那个 美西时间 老师美西时间是解了论 明天早上 亚洲10点 美西晚上7点 对还有Room的那个 如果大家 对对 有问题没有问完的 可以就是接下去 Room的讲座也可以接着问 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那个 Jay 你可以开麦法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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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 都给大家解答那么多问题 我就简单问一下 就是你经常说的这个 Trust 如果说把所有的银行账号啊 什么broker账号都改成Trust 那确实好像我查了一下 它不需要一个 Legal的这种 Registration 就是State 是吧 它是怎么样 就是做成一个 比如说 以后都一直 有效的一个东西 是这个过程 这个Process 是不需要 注册了是吧 是怎么样 做啊 这个所有的都需要吧 就是说 如果说你做这种 Pledge 什么的 刚才说 是不是用这个Trust 来做Owner 比较好 然后传给指引 Owner Owner Trust的目的就是说 指你不到18岁 就没有Provasion 那它还有别的什么好处吗 在税方面没有什么好处 是吗 OK OK 那这个是怎么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如果怎么样在税的方面 能有什么好处的 这种 endities OK 好的 好 谢谢 卓华士 嗯 OK 那现在说做的Trust 就是说 OK OK 那就是这个 跟那个Leaving Trust 是一回事吗 就在 嗯 OK 好的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那Emma Emma 你可以开麦发问 好好好 谢谢 James 你好 我首先我想问一下 我首先我想问一下 刚才那位朋友问的 关于Rose的那个问题 Rose AI的问题 我是今年才开始 我是从Traditional AI 转6000块 就是每年转6000块到那个Rose 但是我这个钱本来就是税后的钱进去的 那我是不是年底的时候是不需要再另外交税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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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这个Deductible Income 是不是它是有一个Limit 因为如果但是这个6000块是没有Limit 你是可以Deduct 对不对 但是我我今年没有 没有 嗯 对对对对 OK 那如果我们的工资是超过那个Limit 是不是每年只能Rose 6000块 对对对我是Traditional Traditional也只能存6000块Rose Rose 对不对 OK 对对对 OK 谢谢 然后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因为一直听你说啊要定投QQQ 那我的一个长期定投的一个标的是两倍的QQQ 就是QLD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说两倍的QQQ 包括TQQQ三倍的是有一定的损耗 但是我觉得因为美股我们看10年20年30年 这样一个长期的行情一定是一个牛市嘛 你也一直说 所以我觉得它的损耗应该是远远小于它的那个增长的那个涨幅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您关于这个两倍的QQQ这个投资目标 有什么看法 我就是说有可能有一天这个ETF就没有了 OK 所以是这个看对对对我知道 那么 那么 我 我 是 那么 我 那QQQQQQ就没有这个concent是不是 对 好的明白明白 所以这种两倍三倍还是短期或者中期这种位 稍微快点 OK 好 知道 知道 谢谢杰姆老师 OK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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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请杰姆 好 我就是有两个很小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还是刚才那个pledge的问题 就说比如说我们在brokerage account只有不到100万 那如果按您这个20%减10的话 那我们就不应该借了 换句话说就说最低你在这个brokerage account 要有100万才可以借 是不是 oh I see oh I see Got you OK I see OK 好主意 那我还在进一步就说假如说那你说这个100万 比如说你说100万可以动用20%减10 然后就说里面就是最好只用3万什么之类的 那你这个100万是以只是brokerage为基础呢 还是你所有的 比如说你有IRA 可以有你所有的东西是以所有的为基础 只有brokerage 都不能算 OK 我知道他不能做pledge 但是当我们算这个20%减10也不能用 OK 好 那第二个问题 I see Got you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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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年龄也是就是能转出来的时候才可以用 OK 那当然银行要找你 对 你竟用40万那你就没关系 他从RUS 他就不会再找 对对明白明白 我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就是student loan的问题 就是说我的孩子他现在一个private college 很贵那个tuation 就是每年快就是7、8万这样的 那我就是想问说 那我们之前我们就直接就滑出去了 那我们现在听了你这个讲座 我们就说这多可惜 所以我们就去申请了一个student loan 然后student loan它是一个variable rate 而且叫做2.5左右 就是还是蛮低的 2.35其实还是蛮低的 那我就是想问一下说 当然他interest就马上就开始accumulate 就是说等于我们借的那天 dispersed它就开始accumulate 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更划算 就是这样我们的工资就可以进到投资 对对对你就不要去花钱去 你不要花钱去去去去缴学费 就是student loan 2点多很便宜 赶快借了 ok好好好行行行 我就confirm一下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谢谢 好下面还有六个人去售 我们没问题 不能让你因为会超过时间 不过很欢迎你们 我们亚洲明天早上10点 我们那个room那clubhouse会有 你点我的bio那个连结 只是你clubhouse也会直播 所以明天你们可以再来提问 明天亚洲明天早上10点 那那个就今天晚上7点 我们会在clubhouse的 大家可以进来问好不好 那我们让已经在上面的人玩来 好谢谢老师讲解 然后接下来我们请崔喜 崔喜你可以开麦发问 好 崔喜老师对不起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刚才有一个朋友说 他工作的时候 他把以前的401k转到rollover IRA account 那么现在他考虑做那个backdoor loss IRA 因为我也换过工作 所以也把以前单位的那个403b转到那个rollover IRA 我以前是里面都做那个backdoor loss IRA 但是我做完这个rollover IRA以后呢 我就没有办法再做这个backdoor loss了 因为我当时读了一些那个IRS的regulations 然后也咨询那些专门做text的人 他们说如果我们那个rollover IRA account 比如说有50万 然后我们再想做那个backdoor loss IRA的话 就只能比如说我们contribute5000 那么这5000块钱不能够全部转化为backdoor loss 他要和那个rollover IRA account 里头的数额相比较 只有一个percentage 那个是不对的啦 因为你两个帐户都是没缴税的嘛 对不对 他讲的是有些人他是aftertext 就是aftertext的那个叫做aftertext的那个叫做aftertext的Mega Roth 或什么那个状况才能 那你的账户都是你的账户都是单纯 全部都是beforetext的就没问题啊 你你你你所有的账户都是没都是都是没缴过税的 所以你转过去都要缴税 那可是有些人以前我觉得这种人不多啦 因为有些人他就是有些是已经缴过税的 有些是没缴过税 比如说他有5万块已经缴过税的那个那个Mega 那个那那那你你没缴过税的 有的人是没缴过税的的traditional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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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缴完税的traditional IRA traditional401K或什么 那那另外有个没缴税的那你转过去的就是要照比例有的不是全部都是不是不能只不能只转那个没缴税的也不能只转说有缴税的就是要照比例那你的你的钱都是一样的都是没缴过税的就是就没关系的就没关系的可以转的可以转的可以转的 那就是五千块钱 那你没有aftertax 你说aftertax 就是RUS 你如果放在traditional就是你如果放在traditional就是before就是beforetax 就是没有就是乱者就是扶了不是就是去乱者的 是不是不而是不而是没有人不被的人就不用了就是没有人不而是不而是不而是没人不而是不以与的 你心水太高是不能存乱者 嗯 薪水太高的話 那個即使contribute to traditional IRA 也是要交稅的 你就是要 你薪水高可以放到traditional IRA 不用繳稅 traditional IRA就是不用繳稅 那你放進去之後 再把它轉到Roth 那就要繳稅 就這樣子了 好那我再研究一下 你要知道 你把你的 你只要在traditional 都可以轉到Roth 沒問題 可是在traditional 都是不用繳稅 那你轉到Roth 才要繳稅 有一個收入的限制 如果收入超過一定程度 我們是不能夠contribute pre-tax traditional IRA的 不能contribute after-tax的 這個我研究過了 不能contribute after-tax的Roth 可以contribute traditional IRA的 你再去研究一下 這個我們就研究過了 這個你可以contribute traditional IRA 那你就是放進去把它轉到Roth 把它轉到Roth去就好 那你就是放進去把它轉到Roth 轉進去的時候就要考慮這個 這個部分的數額和在Roll over IRA的數額的percentage 不是全部都能轉的 那我跟你講 那我跟你講 你就不要contribute 你就用Roll over去轉吧 就是把原本的在Roll over 就是把原本的在Roll over 好 好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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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謝謝大家 今天的提問 讓我們分享了很多知識 那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下面還有舉手的聽眾朋友 那我們今天已經不能再把你拉上來 那晚上 就是每期的時間晚上七點鐘 台灣的時間 亞洲時間 是明天早上十點鐘 會有LOOM的會議 那大家也可以就是在那個階段就是提出大家的問題 那不然的話就可以寫email給老師 或者是下周六同一個時間 我們很快的就可以再相會 那接下來我們請Alice Alice 你可以開麥麻文 Alice 你請說 你沒有開麥Alice 怎麼開麥 可以了 請說 你的聲音很小聲 Alice 真的 那可以 我就是聽到好幾個朋友說那個backdoor的問題 我現在正在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也是犯了很多錯誤 所以剛才的那個朋友說的是對的 如果你有Lower IRA的那個是pre-tax money 然後你做backdoor的時候 然後你存6000塊錢進那個RAWS 進那個traditional 那是after-tax的 那是after-tax的 如果當你轉著6000塊錢進RAWS 做backdoor的時候 它是按percentage來算的 所以它這個叫做pre-tax rule 這個Rs的一個就是一個RAW 所以它不是說你全部可以轉你 after-tax 6000塊進你的RAWS 你是mix together 你講的backdoor的就是說你當初你存進去的時候是 是after-tax的 所以我跟你講就是說 你如果都不是after-tax的話就可以轉嘛對不對 你全部嘛 一般的人在存regular的401K的都是 before-tax 如果都after-tax沒問題 但是問題是 當你又做了rollover的時候 那個是pre-tax 沒有啦 你rollover的時候 你是從regular的401K rollover到traditional IRA 對不對 對那是pre-tax 那就是 那就是after-tax嘛 那不是pre-tax嘛 那個就pre-tax嘛 那就pre-tax嘛 就說regular401K rollover到traditional IRA 就是這個都pre-tax就是沒有繳過稅對不對 那你如果都是沒有繳過稅的話 你就可以rollover 你就可以轉到RUS都沒問題嘛 那你今天 你今天today 你今天 已經有10萬塊的rollover traditional IRA 10萬塊對不對 那你今年又 要提拨一個6000塊到traditional IRA對不對 因為你不能提拨RUS嘛 所以你提拨到traditional IRA嘛 那traditional IRA 就是after-tax 這個也是after-tax 這個也是 這也是 這是after-tax 所以你之前的regular401K rollover也是after-tax的 不是 那是pre-tax 對對對 那個都pre-tax 都沒繳稅的 所以你放在traditional IRA 也不用繳稅 你也是不用繳稅 你6000塊也不用繳稅 也是before-tax 不是 像我們的收入高 我們做不了pre-tax 我們只能做after-tax的6000塊 所以這樣就使得你的那個錢 混的有pre-tax 有after-tax 你做back-door的時候就按比例 那你現在就有一個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把你pre-tax roll over 給你transfer回去你的401K 讓你的pre-tax變零 你就可以做back-door 我跟你講 你不用這麼複雜 你要轉的話 你就乾脆不要再contribute了 你就直接把你現有的轉過去就好了 是的 如果你轉現有的你就交稅 對 一樣 你的traditional已經這麼多了 轉過去就好了 你不要再去contribute那種複雜的問題 你再contribute就把這個錢就很複雜 你就不要再contribute了 你就直接轉錢過去就可以了 對 所以呢 如果說今年已經做了6000塊 然後發現自己還有pre-tax的這個問題 你就要去想著把這個也沒有什麼問題 你就轉過去之後就變proportional 你不可以你不可以只轉一邊的 你要照你的proportional去轉 你了解意思嗎 你還是可以轉 你就就快轉過去報稅的時候就說 裡面可能有4000塊是pre-tax 2000塊是after-tax 就這樣子 你要自己去算 那其實一樣的 其實一樣的 對啦 你就是就是要交稅了 都是要交稅的 不過就是說你如果有這種confusion的話 你怕麻煩的話 報稅其實也很簡單 他就問你多少是pre-tax 多少是after-tax 你就轉過去就好了 他會問你 你的account裡面有多少是那個 他問你完之後你轉過去 所以那個troport tax就幫你算完了 所以你們要做的話去看一下叫pre-rata rule 對啦那個我跟你們講 你如果已經有regular low over 你的薪水很高 你就不要再提拨了 你就直接去你就把現有的轉過去就好了 那其實也不要再轉了 你就不要再提拨了 反正退休帳戶的 退休帳戶的回報率也沒有直接去 blockage account買QQQ好了 所以你也不要再去提拨什麼401k 假設你薪水很高的時候401k就不要再提拨了 沒有意思嘛 你去提拨一個很複雜 又沒省算 又沒賺到錢的帳戶有什麼用呢 好吧我就是想說一下這個 我現在再處理 那個一般的人 你如果薪水太高了 你就不要再提拨traditional IRA 那你有roll over的慢慢去轉就好了 或者是都不要動 等到以後你薪水很低的時候再轉 你既然已經不能提拨traditional 不能提拨RUS的話 那你就什麼都不要做 什麼都不要做就好了 因為你做了知道自己的麻煩 你就直接 你就直接把現有的traditional IRA 轉到RUS就好了 因為你把你的錢放在blockage account以後 可以blockage 只是因為很多的時候你可以做pledge 對不對 這樣比較好 那401k提拨 你盡量能夠提拨RUS 如果你已經薪水太高不能提拨RUS的 你不要去提拨traditional 那你那個提拨RUS的人 你要看看你們公司的401k 績效好不好 如果績效不好也不要提拨了 這個401k是政府跟銀行 投資銀行之間的一個坑 他叫你們的錢就交給他們 他們賺很多錢 結果績效都不好 所以401k的績效不好 就不要去提拨了 直接放到blockage account 投資QQQ回報率還比較高 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也謝謝Dona跟Andros 然後還有今天大家的提問 讓我們都學習到很多相關的 就是不同的知識 也學習到就是怎麼樣去看待這個市場 那如果同學不知道等一下的論怎麼上課 可以就是看老師的那個BIO下面他有連結 或者是你到Facebook找那個CLEC的那個聚樂部 老師也會有放連結在那邊 然後就晚一點大家再相見 因為現在在亞洲時間其實已經午夜了 有點晚了 好 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那下面還有四位朋友 我們沒有辦法拉你上來 下次可以早點上來發問 謝謝大家 對 如果你要問的話 就等今天 美西時間晚上七點的時候 或者明天早上十點的時候 亞洲十點的時候 到Room來好不好 到Room來 或者是Cloudhouse 我們也會連結直播 有問題我們還會讓你問 好不好 那你可以點我的BIO 那我的BIO裡面有 這個月就是 明天早上亞洲早上的Room的連結 跟Password還有ID 讓你們可以進去裡面 Join我們的Room的Meeting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Dana 安博士 還有謝謝所有的人發問 好不好 謝謝 謝謝Kat 安博士老師 謝謝 我們再留一分鐘之後 大家 你問 新來的可以Follow我 好 就這樣 謝謝